早上好 在这里每天早上都是被 天上的这个 温机 和后边的这个 原家村小火车叫醒的 原家村小火车 每位十元往返票 每天早上都是被这么叫醒的 就被这个小火车 每位十元往返票 这边我每天一到早上过了十点 然后这边的人就非常的多 然后游客差不多都从西安赶过来了 这边游客很少在这里住 一般呢都是早上十点以后过来 然后这边吃吃喝喝 然后到晚上的话就回去了 这里一般都是一日游 现在对面的那个飘移车还没开 那个开的声音比这个十元 十元往返票还要吵 早上起来想象被这么叫醒 哎呦 肉哥嘞 肉哥挪那边去了 肯定早上受不了这个小火车了 好了 现在又到了仙儿早上的早餐时间 来一把 他还挺喜欢吃这个 薄纳天纯这个趋类痕的这个凉 这个趋类痕的凉 不给他加什么东西 他都会吃 然后再给他来一勺 这个趋类痕的粉 好嘞 再给他放几个暖磷子 来吃饭了 在这放一个吧 好了 开饭 快来吃饭了 快吃饭了 我们的小宝贝快点吃饭了 哎呦 吃不吃饭呢 现在呢 我们把我们的线全部都收掉 电已经全部充满了 我们是拿这个插线板 把这个电然后分散了 然后两个车一个插线板 两个车一个插线板 这样的话我们就那个 可以方便我们充电 现在几台车的电全部已经充满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收东西 我每次最讨厌就是拔这个 非常难拔 现在全部收拾完毕 然后坐好 我们准备出发 向下一个目的地 带你去喂雨吧 故随 envie Yet called 点快去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看这边的人 这边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今天早上没吃早餐 然后呢 就是一袋花生奶 加上一个这个红芹软糖酥的月饼 然后都没出发了 好,我们现在收拾完毕 现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银湖 然后呢,有305公里 应该会跑4到5个小时 由于这边的人太多 所以我们要换地方了 而且这个早上起来啊 这个真的是10块钱往返 全部都是被这个吵醒的 所以我们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往西边走,走错了吗 你那边走不出去吗 你必须得从我这边出 从我这边的另外一边 就路过这个收费桶 然后还在西边 还能继续往那边走 好的好的 那意思要绕过去 哎,前面有个出口啊 前面写的出口 走喽 被这个原家村消火车给拦住了 一直往西走 一直往西走 走还顶最西边有一个出口 好的好的 哎,来这里的人好多啊 原家村这边有3000多个停车位 我看白天应该都是满的 全都是西安周边的人过来玩的 然后外地人来到西安 西安的朋友带到这里 一般都是这样子 然后但是呢 这里几乎都是个一日游 白天来这里晚上就走了 然后我们停车那个位置 就是实在有点吵 白天的话就是 你想睡个午觉你都会很吵 所以我们要换个地方 换个安静的地方 等过两天这个人少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 往西安市里面走 好,我们到收费口了 看下这里的人 现在是中午的11点半 看来这里的人有多少 都是排队 几乎快达到堵车的状态 往这边走 但是往出走的话没有 晚上的话 这里都往出走的话 人会很多 所以来到 如果来原家村的话 尽量早一点来 然后那个早一点走 这样的话就不堵车 不然的话就很慢 时间全在路上了 我们的领航员 你不要光顾着吃啊 你要带路啊 赶快给我报数据 报坐标 别的家伙一上车就是吃 一上车就是吃 你这个领航员很不分直 你知道吗 你即将被炒鱿鱼了 你知道吗 全是来这边的 不过一般都是 西安的车居多 外地的车稍微少一点 好 现在我们已经走上高速 但是高速的车流量 还是非常多的 不过还好 不怎么堵车 但是我们的对象车套的话 那边的车是走的非常缓慢 车有点多 可能很多都是 应该都是去人家村的 都在下一个高速路口下 对面的车流量 我看几乎是饱和的 我们这边稍微好一点 能跑个90码 然后我们还有275公里的路车 大约现在是12点钟 下午4点钟就应该能到了 是不堵车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这里 我们下午4点钟 中火 还会和不合格 我们下午4点钟 级无视